在刚刚结束的东亚合作系列高官会上,地区国家围绕着东盟加强联通和韧性这个主题,重点就当前形势下把握东亚机制发展的正确方向,推进各领域的务实合作等话题深入地做了交流,也达成了广泛的共识,为今年东亚合作系列会议和外长会做了准备。 东盟和中日韩,也就是十加三,这是东亚合作的主渠道,各方积极评价十加三合作工作计划2023至2027年的落实进展,支持深化财经、粮食安全、电动汽车、数字经济、绿色经济、社会人文等领域的合作。 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,加强区域供应链的联通。 东亚峰会是领导人引领的战略论坛,各方普遍支持发挥峰会的作用,推动政治安全和经济发展这两个轮子平衡转动,来促进建设性的对话交流,拓展新兴领域的合作。 东盟地区论坛是亚太最主要的多边安全对话和合作的平台,各成员强调要继续推进建立信任措施,深化务实合作,稳步开展预防性外交,为本地区的持久和平做出积极的贡献。 在高官会上,中方强调,亚太是和平发展的高地,我们支持东盟中心地位,支持以东盟的方式推进区域安全合作,支持以和平手段解决分歧和争端,呼吁树立平等合作的安全理念。 中方重申,坚持协商一致,照顾各方舒适度这些原则,丰富合作的议题,积极应对网络安全,气候变化,人工智能等新型挑战,维护共同的安全利益。 中方明确支持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安全架构,坚持开放共赢的理念,兼顾各方的诉求,包容各方的利益,构建一个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区域安全架构,而不是另起炉灶,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小集团。 本次会议就巴以冲突,乌克兰危机,朝鲜半岛局势,缅甸,气候变化,网络安全和人工智能等国际地区热点问题,以及新兴领域的合作,交换了意见。 中方阳述了在有关问题上的原则立场,对美西方的奢华谬论予以坚决的严正的驳斥。 关于南海问题,中方指出,目前南海的最大安全挑战来自域外,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势力, 从地缘政治目的出发,操弄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,推进在南海的军事部署和行动,挑唆激化涉海分歧和矛盾,损害沿岸国的政党权益。 中国对南海主导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,致力于按照双轨思路,同南海当事国,通过对话协商,妥善管控争议, 同东盟国家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,积极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,不断取得新进展,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大局。 针对美国在本地区部署中程导弹系统,中方指出,美方的做法将本地区拉入军备竞赛的漩涡,将整个亚太地区置于地缘冲突的阴影之下,严重开历史倒车,严重危害地区国家安全,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。 中方坚决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,坚决反对任何域外势力在本地区挑起军备竞赛,坚决反对将地区国家当作霸权的工具和地缘战略的棋子。 东盟等与会国家普遍强调,要和平不要战乱,要对话不要对抗,要团结不要分裂。 呼吁加强互利合作,促进共同发展,携手维护东亚地区的长期和平稳定,这样一个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。 和平发展,合作,共赢,使地区国家人心所向,大势所趋。 亚洲地区国家应该共同为此做出积极的努力。